禅吉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将于8月4日至6日在维新圣殿 起见维新圣教假成年秋季消灾化节祈安法会 为凯米台风之天灾水患受难的三界万灵超度 牵引株林来区法会谈成受纳供养听经文法 30日下午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率贤士同修代表 于山门旁举行法仪 在虎边树立三枝登高 生番招请株林 宗主开示同修门 现在的维新圣教是王山老祖在当下 此生他的一个如来至业 名为维新圣教 所以王山老祖他的大悲愿 无缘佛界和观世音菩萨 同样的正等正觉的功德力 所以王山老祖 所以王山老祖 已经完成 那么到了今年甲成年好的开始 6月19日王山老祖 他就叫他就叫我们维新圣教宗一百多位到银梦山八卦城 去那边祝货观世音菩萨圣诞 事实上就是王山老祖 他再度踏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王山老祖他的大悲愿就是要两岸和平 天下一家亲 天下太平 终于在6月19日 我们一行人全部到银梦山 在台湾竟然发生了台米台风水灾天灾 让人不可思议的 难道42年前王山老祖下来 是和平的目的吗 所以让我百思不觉 在这几天来 我一直一直在思考 回顾回去 看看了王山老祖 和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天命 终于理解了 理解到台湾祖师爷 他所说的 王山老祖啊 台湾平安 我度一半 一半由王山来负责 那么王山老祖 他来承担做天命 和其的不简单 所以在42年来 王山老祖与师父天人合一 一步一脚印从三块钱 我朴卦天人三财 了知宇宙虚空的一切秘密 和了解人生的苦乐 所以我才遵造王山老祖 在十年前成立了维新圣教 在台湾 维新圣教是新宗教 地球 地球 的新宗教 在中国佛教 道教 最先 接下来是一贯道 接下来就是王山老祖 他再来创造 一个新宗教 叫维新圣教 整个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蓄积性 所以老祖的大愿力 大十倍 平常我们大家看不到的 可以感觉到的 从历史的足迹 我们可以去理解 凯米台风侵袭台湾 豪雨连绵重创南台湾 由于高平地区和台南地区受灾严重 中璋县市也有部分地区出现淹水 整个台湾中南部都陷入水患之中 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也严重影响到民生青菜蔬果供应 菜价应声连连上涨 维新圣教 谨遵王山老祖盛事 举办秋季消灾化节齐安法会 招请凯米台风天灾水患 各府堂上株林 山河西建三界万林 及各府堂上祖林等 前来法会听经文法 授纳供养 并由贤士同修 随缘供养120桌以上 普桌失实 发心赞谱 共同来祈愿台湾平安顺遂 法会于四日起见 并于六日失实供养 欢迎同修贤士 有缘大众前来先佛寺 上香礼佛 诵经供养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 维新电视总本山先佛寺报导 优优独播剧本